山东半岛 濒临黄渤海 海域资源丰富 具有发展海洋科技和产业的有力条件 12号上午 习近平来到位于青岛兰谷的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 习近平走进实验室大楼 结合展板 电子屏 实物模型和样品标本展示 听取实验室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能源 服务海洋经济发展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以及构建综合立体海洋观测网络等方面的情况介绍 了解深远海科考船队共享平台建设和科考船工作情况 在超算访真大厅 习近平认真查看 高性能科学计算和系统访真平台运行情况 并向科研人员详细询问 构建超级计算机互联网 研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系统深蓝大脑 打造国家一流海洋系统模拟器的最新进展 得知超级计算机解决了海洋数据碎片化问题 大大提高了海洋观测和预测能力 总书记十分高兴 海洋高端装备联合实验室内 水下仿生机器鱼 无人水面船 海洋传感器等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关键技术的海洋仪器设备 吸引了总书记目光 他走上前去 宁神查看 不时询问 听说总书记来了 实验室的科研人员纷纷围组过来 向总书记问话 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建设海洋强国 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把海洋经济 海洋科研一定要抓好 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是在逐步地加强的 你们要关心海洋 认识海洋 经验海洋 下一步这方面要花力 推动它的发展 关键的技术要靠自主研发 海洋经济的发展 前途无量去 祝你们在接在立 创造辉煌 为祖国 为民族 立新部 出下的奇鲁大地 万物薄星 生机盎然 6月12号至14号 习近平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后 在山东省委书记刘嘉义 省长龚正陪同下 先后来到青岛 威海 烟台 济南等地 深入科研院所 社区 党性教育基地 企业 农村 考察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 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